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周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到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透过群众的捐低力量的捐款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能够做更深入的报道 更深入的讨论 我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恐怕越来越大量的依赖网路来订货 或是订各式各样的东西 不管这个东西是你的日常生活的需求 还是要满足某种欲望的想象 我们只要滑滑手机 我们只要按按按键 我们可能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过去可能要一个礼拜或者是三天两天一天 现在恐怕是在24小时之内 甚至六小时还会送达到你的手上 那当我们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 这些帮我们运送这些物品 或是运送这些货物的这个司机员 或是仓储的工作人员 他们所面临到的处境又是什么 所以前几天有一群货运司机 他们到行政院去做一个陈情 希望能够改善他们的一些问题跟条件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汽车货运即仓储产业工会的总干事 林厂志来跟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 厂志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先进厂志来跟我们谈一下 三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会去开了这一场的记者会 那这场记者会的主要的诉求有什么呢 我们其实会去开这一场记者会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从2017年工会成立以来 从协助多间的宅配物流公司成立工会 到疫情期间争取优先打疫苗 到后续处理中华快递罢工 以及建新还有警察司机遇到劳志正义等等 那其实每一年的繁盛期 也就是货运会爆量的时期 其实每一次都会接到记者的电话 每一年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问题 那我们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回复 就是这个货运量太多 差点超时工作 然后人力不足等等 那其实我们针对于我们这几年 下来接到的经验 其实我们是想要彻底去改革 或者是改善目前整体货运院遇到的状况 所以我们当天开记者会有主要有五个诉求 第一个是希望可以跟工会协商最低的安全费 第二个就是希望可以推动产业集体的协商机制 然后希望可以去建立调薪制度 再来是希望交通部跟劳动部可以公告违法事业单位 而且应该要要求限制改善 再来是制定事故最高赔偿上限比例与金额 最后是要降低司机的执灾风险 那就主要以这五个诉求 作为我们当天记者会的诉求这样 看起来这些诉求其实是最近这几年来 你们召开相关的记者会 或是你刚刚提到的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经常也会谈到的一些问题跟现象 那每一年都不断的重复出现 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这么多的诉求 有这么多的讨论甚至有一些抗议诚情改善的部分还是有限了 不过在我们在谈那个实际上面 可能的改善的方法的之前 也许可以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刚刚谈到在一些特定的时间 特别记者就会反映 我想应该就是在过年期间 或者是在1111的光棍节的时候 或者是在圣诞节等等的 这种比较大量的时间 你们大概都会接受到 大家就会关注你们 就会了解你们这个工作的状况是什么 特别请你跟我们讲一下 在一般的平常的状况 就是一般的工作 一天的工作里面 或是在这些特定时节的工作当中 这些司机货运员 他们所的工作的状况是什么 他们每一天在 不管是这个大力 还是在这个平时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就是如果是一般汽车货运 跟仓储业司机 如果以宅配物流为主 就是大家常常会去寄到店家 或者是透过电商购物的 那司机通常都会是大概七点半八点 然后甚至早一点的是七点就到公司上班 然后开始理货 那八点理货到可能九点十点多 那大家就会开始出车 去把今天要送的货物全部送完 那如果货物比较少 可以准时下班的话 那就会是六点七点才下班 但是如果是刚刚提到的凡胜期 例如现在我们的凡胜期 会是过年端午中秋 然后到现在的双十一 甚至因为现在其实那个消费形态转变 所以其实现在可能双十二 也都开始变成是 就是凡胜期的其中一个季节 那除了物流宅配 因为其实他就是要等人在家里 有办法收送件的时候 他们才会出去上班 那这些宅配物流下班之后 其实就会是有一些转运中心的 就会开始夜间就会上班理货 就是你今天去准备要寄件 大家就是白天的时候 把件拿到这些营业所 那就会有人去整理 最后会透过就是开 就是35吨或是25吨的大车 透过转运 然后运到转运中心 然后理货 隔天早上再把 就是隔天凌晨 再把这些应该要送到各站所的这些货 大车再转运到其他的站所 那如果是 因为这是其实是宅配业 那如果是开那种大型的连接车司机 然后特别是帮一些科技厂 科技大厂大公司 去运送一些包含气体或化学物品 包含石油 或者是那个清气氮气氧性等等 那这些其实他们的工作时间 就是晚上凌晨一两点 或者是三四点 那因为其实有时候会配合科技长的需求 所以这些司机啊 通常不会知道明天到底是几点要上班 就是我可能前一天 就是下班 就可能早上 可能中午 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下班 然后我先回家 然后等到可能三四点下午的时候 要等到公司 接到公司通知说 明天的车趟是一点 那我就赶快 我就赶快去睡觉 所以他随时都是uncode的状态 其实就是因为要配合这个大厂的 他的那个想要送的需求跟时间 所以他其实有时候会因为这个随时会调整的上工时间 然后会让他们在部分时候会造成休息不足的状况 甚至其实有发生 就是我们有询问一些司机 甚至有发生很扯的情况是 他在睡觉前看到公司说 明天是早上凌晨的三四点上班 然后结果睡一觉起来 发现准备要去一两点起来 发现公司在他睡觉之后又传了一个讯息 跟他说你改成一点上班 那他都错过了不是吗 对对完全就错过 但是公司通常也不会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 也不会管你 不会管你说是不是我这个你在睡觉 反正你要来就对了 对 他这样有被扣薪水吗还是怎样 应该最后通常就是扣薪的 不然就是他赶快赶去去跑那个车 但是因为他迟到 然后他想办法赶去 他其实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后面 其他人要跑的车躺 所以其实就是 对啊 其实那个工作时间在一些行业当中 就是不固定 甚至其实不止这些大公司的物流 也包含一些靠航的司机 就是拥有自己的车 然后去外面找业务的 那这种的其实他们也都会说 我也不晓得我明天到底会不会有工作要跑 哇天啊 就是我前一天 例如说我们其实最近产业工会 有个劳动部又找我们要办一个座谈会 我们当然会去 希望找一些各行各业不同类型的司机 那有一些司机就会跟我们讲说 哦那个他非常想去 但是他要不要去 必须等到当天的前一天 他才会知道他的 他的那个应该说发包给他的他的老板 或者是希望他要协助的客户到底会不会有工作给他做 所以他前一天才可以知道能不能够去 所以这其实是如果是整体汽车货运业会遇到的工作状况 所以简单讲可以分成两种 一般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物流 就是我们去买东西 他会送到超商或送到我们家 这个大概会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工作的时程 但另外一个如果是在这种所谓的工厂 或者说科技厂等等 然后他们送的东西一般来讲 我觉得第一部分是非常的危险 那样一个那种包括清晰那些东西 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过程当中安全性什么 恐怕是一个要去顾虑的问题 另外一个部分可能是 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 我们先回到第一个 就是说好 那第一个刚刚看到的这些 在一般的物流业而言 那他们在这种比较繁盛的旺季的时候 他们的工作时间会因此而变得更长吗 还是说在这个时间 公司会去调整他们的班表 然后让更多人一起来投入 来去减轻所谓的运送的压力 好 第一个是其实还是要看各间公司怎么决定 但是只要是在这种繁盛期间 通常司机都会接近超时工作的标准 甚至就是直接超时工作 那因为其实现在台湾 就是少子化 其实不管各行各业都缺人 货运其实物流 这些物品 就是这些货量不断的上升 所以人力一定是更缺乏 所以我们其实听到 像前阵子 前几个月 其实就有听到某间 就是物流宅配的员工 就联系我们工会 就说他为了把货送完 他从早上七八点送货到晚上的十一点 他才可以把他的车 七八点送到十一点 对就是七八点开始理货 然后八九点 九点十点开始出车 然后工作整整十二小时 到晚上的十点十一点 他才回到他的站所 然后把货送完 那他向他的主管反应 但这个其实就会发生很妙的 就是大家司机 因为你如果这些货 就是你要负责送 所以你今天不送完呢 你明天就是必须必须把这些货送完 累积越多 对就是累积 因为不会有其他司机帮你送 所以你要嘛 就是我今天就是逼只摸着 把它全部在今天送完 然后明天就会有一批 大的 大的货进来 那 其实他向 出车反应之后 主管当然就跟他讲说 这是你自己决定要送的 你也可以不要送 你就放在那里 那我再多送一点 我的钱就领得要多吗 对没错 因为其实 对是这样子 没错 但是他们其实透过那个 一个建树 其实都成本都 应该说他们每送一件 或者每收一件 他们就是想办法累积 那个少少的金额 去垫高他的 他的薪资 所以他的薪资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基本的底薪 然后再按照你送的建树 或者是这个建树的数量 或是建的大小或是类型 再来做奖金加击 这样的一种计算的方法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通常我们这些大公司 其实像素达 宅配通 或者是新竹物流 家里大龙 这应该是四间 就是目前台湾的 宅配物流公司 那除了素达 可能就我们公会了解 除了素达比较有稳定的底薪 跟调薪制度 然后在素达工会成立之后 其实那个既建制的方式 就去调整 换另外一种 就是算奖金跟给工资的方式 但是其实就我们聊 除了这些宅配物流之外 包含其他的司机 其实他们的底薪 都可能不到两万元 就是可能一万 不到两万 不到两万 一万五或一万八 你剩下的其实就是 你必须去靠跑件 就是你我送一件 然后慢慢的累积累积 不到一万五就不符合基本工资 不是吗 对 但是因为其实现在法规规定是 你只要当月全新拿超过基本工资 就没有违法 所以其实因为你不管你去那边工作 你就是为了能够有一笔可以养家的薪资 所以你一定会是去拼命的送 拼命的去跑 那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这个是宅配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薪资计算方式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叫做保障 保障薪制度 就是因为你其实我送一件或收一件 或者是我今天去债出去的重量 或者是我今天债出去的 我跑的烫次 每一次烫次可能假设 假设给你一千块好了 或者是我没跑一件送一件给你十块 但是我一整个月累积下来 这个烫次跟这个建树的钱 全部加一加 可能根本只到三万五 或者是只到四万元 但是对于外面跑 跑车的司机来说 这个完全不在他们的行情内 就是我跑大车 我可能就是25吨以上那种连结车 我一个月至少应该要拿到七万八万元 这才是符合我这个行业的行情 但是我拼命的去跑那个烫 充其那个烫次 累积起来发现 既然累积的奖金没有到七万八万 但是公司会规定说 你只要跑到几趟 我就给你七万八万 你只要送到几件 我就给你三万七 或者是几万元的钱 那大家当然就是想办法的拼命去送件 对啊 这个把这个货运的司机 跟业务员是差不多的概念 我们就看到很多 就是底薪越来越低 但是奖金 他可能会达到某种的标准 就给你奖金 那加起来好像很多 可是你要达到这个也不会比很多 达到那个你觉得还OK的状态的话 你可能要努力的比别人多很多 你可能要自己去负担很多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这也是欢喜感言 我所谓欢喜感言 就是你也不是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新资的计算的标准 那你要多赚 你就多努力 我想很多人会这么觉得 可是回过头来要讨论的一个事情 就是好 那个寄件 加这一件 加多少钱 它才是合理的呢 或者说这一件 加多少钱 它的计算的标准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好像也很难说 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还是有某种的激励的制度 可是那个激励 怎么样才叫做合理 合理的薪资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觉得在谈这个激励制度之前 我觉得回到最低薪资的问题 因为其实在这种占比非常大的这种 就是浮动性薪资 就这种激励奖金占比非常高的时候 通常公司也都不会帮你调性 所以因此你在刚入行的时候 当然你年轻气盛很有体力 就拼命送 但是你到就是40 50 60之后 其实你的薪资都不会往上提升 甚至是会往下降的 因为你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子 对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子 我一天工作可以12小时 不再像过去那样子 我没有家庭 可能现在有家庭有小孩 可能需要花点时间陪家里 那你花的时间就会很少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对于劳工来说 看起来好像很短期可以赚很多钱的 但其实是不稳定的 那回到刚刚提到的这个 就是这个薪资到底一件 或者是一趟要多少钱 怎么制定才合理 那其实现在整个物流业 当然大家竞争都很激烈 然后现在都有大型的电商 包含其实目前台湾最大的电商 就是Momo 那他会跟这几间宅配公司 去谈他们的一件的运备 就是我给你这间公司一件 我就是给你70还是80元 但是对于公司来说 70 80可能就已经是 他送一件的成分了 那公司为了要维持获利 他当然想办法就是去降低其他的 就是可以支出的成分 那就会去降低人士成分 所以在过去其实就是有这种消价竞争的情形 要嘛就是宅配公司自己想办法把价格提高 我量货量少一点 然后让我的获利比较高 我有多余的就是多余的收入是可以分配给司机的 对那其实在这样子的讨论过程中 当然以目前台湾的状况来说 其实根本司机还无法参与到这一块 或者是工会也都还没有参与到制定这个协商机制 那除了宅配被这种就是电商去控制这个运备的成本之外 其他外面跑大车的这些司机 可能不管是沙石车或者是水泥业的 或者是去跑这个可能你接什么台积电 或者是这种大型科技党美光什么 接这些大厂的这种跑车的司机的趟 其实也都会遇到一样的情形 因为你不是只有你一个就是物流公司 其他物流公司也会去跟你去竞争 这个大厂的这个跑物流的生意 所以当然就是看你们谁可以提供的运备 最便宜我就选择哪一间公司 那公司透过这样宵家竞争 我一定就是让人力可以想办法充分运用 我就是给公司司机一趟的钱少一点 想办法让你司机多跑几趟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最后就是受苦受难的都是司机 因为公司就是要赚那笔钱 没错没错 这是一个所谓的低价的代价 就是我们常常会考虑到低价 然后这个当然从一个某种自由市场当中 他一定是用所谓的销价 他一部分是提升他的品质 但是未必会提升品质 但是销价竞争相对价是比较容易 可是销价竞争 他所销到的可能好处是消费者 我就免运 然后大家就很开心 当然在免运的同时 可能帮我们送的这些 这些司机员 他可能也被免运了 免被帮你送的一件案件 或者是他的这个难道拿到奖金 所以我比较短比较少 那我最后一个在这段想要 最后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那他们会因为年资越多 然后他的薪资会越高吗 还是就纯粹的 就是用刚刚谈到的激励奖金去计算 因为你刚刚谈到一个 我觉得还蛮严重的问题 就是做这种工作 他是需要非常好的体力 所以年轻气盛 年轻力壮可以去做事情 可是他可能越做年纪越大 他薪水越来越少 那他没有办法在年资上面去做一些 这种所谓的补充 或者是在透过年资来加紧吗 其实就我们了解 多数的公司其实都没有这种 建立这种调薪制度 因为第一个是司机 所以其实才会 对于整个对于司机来说 其实就有一句话 进到这个行业 最希望的其实就是能够安全下转 就是我不要到我年老的时候 我还在那边拼命的送 这问题是你很难做到年老啊 我们看到的包含送货的 就几乎都是三四十岁吧 或是二十多岁 四十岁以上我看都很少见了 对 其实就是希望说 因为大家年纪大 就会离开这个行业 那他其实就不是真的很保障 大家的工作权 那你如果继续在那边拼 你免不了就是因为身体状况下降 然后导致一些事故 或者是身体可能就是无法去附和 你现在的工作量 而导致一些意外 所以其实我们购物会才会去要求说 应该要推动这个产业集体协商的机制 因为这已经不会是 已经不是单一一间物流公司 没有在帮大家挑衅的问题 而是所有的物流公司全部都低薪 那全部都是靠建跟烫 然后想办法让你去冲 因为其实也是有到三四十岁 冲到五十岁都还拼命在跑车的人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享受低价的同时 这些现象我们恐怕是不能不关心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请厂师来跟我们分析说 那你们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的方法 特别是你们提到一个最低安全运费的概念 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参考的一种做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体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更深入的报道 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个 跟我们日常生活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这些货运司机员 他们所面临到的工作健康 或者是劳动条件等等的问题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是 汽车货运剂 仓储产业工会的总干事林长治 长治你好 你好 我要接下来请长治来谈 其实我们刚刚是在分析 在目前的这些货运月 他所面临到的工作的情形 不管是他的安全也好 或者是他的薪资待遇也好 我想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有一些关联性 那当然我们不是只有点出问题 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 那你们在上次的记者会当中有提到一个概念 叫做最低安全运费 那我们节目里头其实在前一阵子 洪玉珍也介绍了韩国的这种做法 可以请你再跟我们谈一下最低安全运费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 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个最低安全运费 它对于这个司机员 它是可以有一些保障的 这个最低安全运费 就是因为前阵子韩国民主老总的货运本部 也就是整个货运业 在针对这个应该要把这个最低安全运费 从原本只实施的少数行业 包含税泥业 希望可以扩展到整个货运业来实施 那这个最低安全运费是什么意思 其实它就是去计算你 到底例如说你多重的 的货物或者是多大的货柜 你跑多少距离 你的那个最最少的那个支出的成本 跟最低金额应该要是多少 就是你给付这个去跑这一趟的这个司机 应该要给他多少钱 他才能够足以维持他的成本 以及足以维持他基本的家庭生 就是维持他基本的经济条件 那其实我们工会有去派一些报告 有一个是ITF就是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 他们就针对了这个韩国司机实施最低安全运费的调查 其实他们调查结果可以看到的是 第一个是他们就减少了这种承包的步骤 因为你不管你过去啊 其实他会透过承包包含现在的靠行 或者是外包司机 那中间都还会有一个车行 或者是公司去把中间的价差 拿到自己手上 但是最低安全运费 其实你最至少要给司机多少 你不管怎么去中间 你就会减少那个剥削的机会 所以他们的这个承包的步骤就下降 然后另外其实也降低了那个竞争性 因为你不会没办法再销价竞争 最低就是那个金额 成本就是固定在那里 也提升了整个产业的透明度 因为过去其实你不会晓得 到底你这个你的同行竞争 到底是跟公司收多少的钱 然后其实因为你只要跑足够的烫赤 跑足够的时间 其实你就可以去维持你的经济水准 它就可以让你减少你的工作时间 也减少你为了多跑一趟 而去得发生的什么超速 或者是可能造成事故的发生 所以整个最低安全运费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降低司机过劳 或者降低司机 为了去赚那个就是可以就是那个基本的薪资 而去花更多的时间 那其实在台湾啊 依据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 汽车运输业的货运价准则 其实是要共同拟定的 那我们其实货运价准则是他的薪资 或者是他一次可以拿多少钱 是要共同拟定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就是汽车运输业的同业工会 要跟劳工工会 要照着准则去拟定这个货运的 或者是客运的这个运价 那到底这个如何实施或怎么执行 其实大家都不晓得 所以这个在法规上面就已经有了 但是他到底怎么做 你们自己在做工会 你们自己接触这么多的司机员 都不清楚以前的制定的方法是什么 对因为他其实好像会有一个公式 然后去判断那个你的油价或者是多少 但是我们不晓得是他的制定到底只是 就是某公司要给 就是发包出去的时候给的那个最低的金额吗 还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我们接下来就会去开始针对交通部 去拜会交通部 去了解到底这个细节跟那个金额到底怎么计算的 那其实如果只是定那个准则 也没办法真的保障到劳工 所以其实对于产业工会来说 其实希望可以是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电商的运费 不应该那么低 那也希望说可以各个公司能够有一个最低的基本工资 就是我最低安全运费当然是包含了我跑一届 跑一趟我司机本身可以拿到多少钱 也包含了我这个宅配物流的这个电商 我不管你要给公司多少 你给到司机的就是应该有个基本的金额 所以要有这样子明确的计算标准对于司机来说 能够拿到司机手上的最低金额 这才其实真的能够保障司机 要不然定了一个金额最后公司还是剥削完 然后再给你一点点 那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 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说它是一个透明 那怎么去计算 然后这个分配是透明的 第二个在这个分配的过程当中 司机员的薪资是必须要确认的 就是说你可能要跟人家电商店要销价竞争也好 你要免疫也好是你家的事情 可是回到这些真正在第一线送货的人 他的薪资应该要有一个明确或是基本的保障 这个都是一种最低安全薪资的这种概念 那如果我们从韩国的例子来看 韩国基本上来讲 他们会必须依照法定成立一个叫做安全运输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里面事实上就包括了这个社会贤达 还包括这个货物业者运输业者跟货物连带本部会有不同的这个组成 你们也会希望成立一个类似的这种委员会来共同商议 共同的讨论吗 要不然他也可能会变成是这个公司跟这个他们的工会 那甚至有些没有工会的这个公司 他们自己去协商而已 对所以其实我们确实是希望说我们工会能够参与到目前的这个机制内 或者是因为我们现在连参与的那个门路都没有 或是大家也都不晓得一般劳工大家也都不晓得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参与 所以我们当然一定是希望说至少可以参与到这个讨论内 然后另外就是针对这个讨论到底过去怎么进行的 或者是到底有什么弊端 其实这个我们说实话是我们都还不清楚 这个其实就是接下来工会的方向 OK 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政府的角色 虽然你们觉得政府的角色应该要更积极一点 包括成立这样委员会或者是订定按照法规 更清楚的去订定那个薪资的计算的过程 透明度以及那些基本的保障之外 其实在过去劳动部也不是完全没有再去管 是个司机员的这种劳动的状况 所以去年事实上也针对 劳动部也针对这个货运的运输业者进行劳检 那他们也发现了一件事情 并且公告就是说交通业运输 交通运输业违反劳基法的这个比例过高 可以请你多谈一下 就是交通部 这个所谓的劳动部 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什么样的违反这个劳基法的比例过高 那在哪些项目过高 或者是有一些解决 他们有提出一些纠正或是解决的方法吗 其实当然几个违法的样态 第一个当然是工作超时 第二个就是为依法给付加班费 第三个就是更换班次的休息时间不足 那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工时跟工资的问题 那到底为什么这些违法的事项不断的称出不穷 第一个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公司的薪资计算方式其实非常复杂 那公司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凹司机 因为多数的司机可能也都不晓得 说实话我们接到很多的个案层级说 那个不管是什么议题都会发现到 他根本都连他的薪资都不晓得怎么算 因为他会有非常多的津贴项目 就是你可以想到资源津贴 交通津贴 长途津贴 然后伙食津贴 重量津贴 收送件津贴 反正就是他会有非常多的项目 我之前访问过外送员很像 外送员不知道他钱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他都常都不知道我的钱到底怎么算出来 这基本的计价或是那些比例 其实对很多来讲是模糊的 对啊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月我收到薪资 大概就是这个钱 下个月收到薪资 差不多就是这个钱 大家其实也都不晓得我的薪资怎么算 那是老简人去查 他就会发现到说 公司根本就没有依法在计算 但是都会跟司机讲说 你这个薪资计算标准一定是优于法令的 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优于 因为大家也都不晓得怎么算 也都也都也都不清楚 最后才发现说原来公司根本就是违法在计算加班费 那其实我们当然老简只要去罚 老简就会依照老简法去开罚 但是对于这些大公司来说 每一次罚就是五万三万 那我们当然如果有工会或者是有那间司机 那间公司真的是一直不断惹到司机 一直有司机不断去老简 你那个金额才可能慢慢往上提升 最高就到一百万 那对于一些就是公司来说 这个就是他觉得他就是该付 对就只是觉得那个就是该付的成本而已 他就是该付的钱而已 对啊因为我每个月我人数大的公司 好不好素达素达六千人 再配通两千人 然后新竹跟家里大龙那个人数有更多 我每一个人凹个一千块钱 那个我其实根本相较于我被罚的钱 那根本就是就是小钱 我干脆付这个被罚的钱 我就是凹每个司机凹个一千元 我都还比较赚 那这样子罚当然第一个罚的金额不够 然后就是对于司机对于公司来说太少 另外一个其实有一个状况 就是这些复杂的薪资计算方式啊 对有时候其实是可以虎过一些 就是老简员的 包含你那个有时候初期初缺请记录 司机都会有两份 一份是实际实际的上工 内脏外账 对内脏外账 就像内脏外账一样 如果是栽配的 或者是我们 有些时机一看就会知道说 这个时间看起来非常的不合理 那例如 所以第一个是 其实产业公会这边有协助一些 就是公司送老简 但不一定真的会开罚 那就是因为公司的 那个薪资制度很复杂 然后那个初缺请记录 其实他可能会作假 然后除了这个薪资 又透过薪资计算 复杂方式来奥斯基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直接在工作规则里面定 你的休息时间一天就是 这八个小 就是直接定休息时间两小时 例如说 我可能八点出勤 然后晚上六点下班 这样是十个小时 但是我工作时间只算你八小时 因为我直接定了 你休息时间是两小时 但是实际上 这些时机平常货都快送不完了 然后平常你就在跑车 跑完车就下车之后 就是去上料 或者是去准备 做一些准备工作 其实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 所以那些休息时间 其实就是公司去扣 就是凹你司机的休息时间 但是一般的司机 你也很难在劳检的时候 去证明说 我实际上没有休息 对 那这是我们刚刚谈到 计算或是透明 是一个最最基本的 如果这些没有这些基本的 这种资讯的话 或是这种记录的话 恐怕你要去做劳检 都会有一些很困难 然后会呼隆过去 或者是跟你讲计算的方法 其实我们一下子也不见得能够有一些依据 那当然看到的是 在这个劳检的过程当中 的确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全面的问题 恐怕都有很大的疑问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值灾 刚在前面我们有提到说 有些司机员 比如说那种在这个大型工厂里面去协助运送的人 他可能半夜 然后才接到通知 那甚至他已经睡觉的时候 叫通知要赶快赶过去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高度风险的工作 另外刚也谈到说 这个从早上七点到晚上的十一二点 这个时间很长 然后观众的运货物其实又很重 那会有些可能又是跟化学有关 这些司机他们所面临到的 植栽的问题大概会有哪些 那司机其实就我们了解 第一个当然是椎间盘突出 然后再来就会是症状跟高血压 那其实以职业 就是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所的调查 卡车司机罹患椎间盘突出症的几率 是一般人的四倍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几率 因为其实你去开车 它就会有震动量 但是你在实际上去执行这个 就是那个植栽认定的时候 你的那个震动量会因为你车辆不同 因为你车辆的保养情形 地面状况 然后你操作任务还有知识 还有你的座椅性质 还有你驾驶舱的设计等等有关 那到底你职业灾害 到底可不可以去认定说 我一个司机开了五年十年 然后追尖盘突出 因为其实台湾的职业灾害认定 职业病的认定其实没有 就是那个建制的年数 没有像谷外建制的非常非常非常久 那在台湾来说 你必须还是以现行 大家就是必须不断的鼓励所有的司机 都去送职业灾害认定 那个其实长期下来才可以去建立说 你真的因为司机 例如说我们就有听到就是司机跟我们反应说 他的追尖盘突出不是第一第二节 而是第三第四节 所以没办法被认定是职业灾害 还有这种 对 其实因为职业灾害跟职业病的认定 其实他就是医学 或者他是要长期研究下来的 所以其实像之前那个RCA案子 也是过了很多才可以认定 你要知道他的必然的关系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了 对没错 所以然后这些员工自己去举证 他恐怕也很难吧 嗯嗯 就是像他们的那个上下就是颁颁货物啊 可能他就要必须去计算啊 他的到底每一天到底是颁多少重量啊 颁多少货物啊 或者是你上下车 因为有一些可以上车 有些就是你上到那个货柜的那个货柜的柜仓 然后再下来 那个其实上下车 这个到底次数一天到底有多少 然后回去会不会去影响到你的整个整个身体 这个其实有时候的司机是没办法去去计算 因为平常工作就很忙碌 对 所以其实在职业灾害的认定上面 其实有一些人去 这是真的去做过职业灾害认定 但是最后都没有被认定是职业灾害 然后再来另外两个 就是痔瘡高血压 而痔瘡其实就是因为 司机长期久坐 然后高血压 就是因为刚刚前面提到的 第一个是你的工作上班时间其实没有很固定 然后像开大车 因为你连接车或者是这种转运车 就是会是在夜间工作的 那在这样子工时不稳定的 上工时间不稳定 请一下 再加上因为现在的人力缺 可能公司就直接安排你给你超量的工作 导致你可能休息时间不足 或者是长途开车 那你就可能会有高血压等等的相关的病症 所以其实我们工会这边其实会是希望的就是有一些保障的措施 其实包含补具或者是什么电动尾门 然后这个其实就可以回到说 当然因为现在我们有些民众或者是大家会觉得说 有时候有一些补具 或者是你根本不需要这么去赶工 去送货或者是上下货 一次拿很多的货物 但是其实对于时机来说 我就是想要早一点下班 要不然的话我就真的慢慢做 真的就是公司就会拉得非常长 所以他就会回到刚刚前面提到的问题 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 然后做一定的工作量就可以拿到我这个行业应该要拿到的工资 要不然的话我就是想办法拼命的在 想办法让我可以自己早点下班 因此我可能上下车的时候就比较快吧 跳上跳下的一次班比较多货 那除了这个我觉得对于司机来说 执灾的风险不只是这种身体上的 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是你 当然第一个人身体上有执灾 另外一个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会遇到的事故 因为事故可能发生 不管有没有造成人伤 你的那一个车头或是那一个车 如果是什么三十五吨大车 那个车头就是几百万起跳 那你真的发生事故的时候 你真的在这一辈子 就是你就算这个公司工作一辈子 你可能都赚不到那一颗车头的钱 但是公司会要求你要全额赔偿 甚至在一些公司内 你甚至没有任何的躁折 公司也会要求你赔偿部分金额 所以其实不只是 就是这个司机身体上的受伤 也包含这个事故的发生之后的这个赔偿 也都是对于司机来说 压力也都是非常大的 这个事故当然不会是只有车子 或者是司机会受伤 或者是车子会受伤 可能我们也可能会受到一些连带的影响 因为就是在这种高速公路上面 或是在一般的道路上面 他为了要去多送几趟 那其实他的风险是变得很高 这在过去台湾的这种客运业 就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 所以当时很多的客运业 就是夜间他必须要多开好几次 那因为他这样子 他可以赚到更多的奖金 或者是他可能才完成 他基本的扣大 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就是这些公共服务业者的 这个劳动条件 他的安全条件 事实上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这也是我们要特别要去关心的 最后请厂次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汽车货运机仓储产业工会 你是这个工会的总干事 那这个工会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介绍我们工会之前 我前面有个想要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管老师有提到 这个其实是不只是司机本身 会因为这个不管这种劳动环境 这种超时或者是高压力的这种情形底下工作 可能会造成疲劳驾驶 那这不只是对司机本身 也可能对用物人造成一定的 就是危险跟风险 所以其实在过去 景山交通是比较大 造成比较大的新闻事件 就是在国道撞死警察 那司机其实也是在一个过劳的情形底下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汽车货运业 它的主管机关是交通部 那它其实是有相关的 就是要求如果公司经营不散 妨害公共利益 然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其实应该要要求他们限期改善 那像这种超时工作 造成疲劳驾驶的公司 其实公会认为这种公司 其实就已经是妨害公共利益 跟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所以交通部就应该要去要求限期改善 然后甚至在限期改善之后 去要求暂停部分一夜 而不是等到真的发生了重大事故 车损人网之后才开始介入 这其实是我们产业公会这边要补充的 那回到就是我们产业公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 以台湾的公会法来说 其实公会心态就分三个 产业公会 实业公会跟企业公会 那以台湾其实主要还是以企业公会为主 因为台湾法规的规定 其实就是比较让企业公会 可以好好的生存下去 包含就是公会法的最直接的就是会务价 你只有企业公会 你才可以聚集公价来去处理公会的事物 也包含你企业公会 你只要成立之后 就有法规保障的协商权 那这其实就是台湾法规 希望可以去让企业公会壮大的方式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产业公会 因为其实企业公会它就会变成是每一个企业的工会 就是会处理他们自己企业的问题 而很难去处理整个产业的事 因为其实像我们产业公会就会希望说 包含统一束达 台湾宅配通 甚至是新竹物流 家里大楼 大家都可以进到这个产业公会的架构内 就是大家都是会员 然后一起去处理整个宅配业运到的问题 因为像前面举例来说 前面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电商 假设那个某某电商去降低那个运费的问题 假设只有我们只有单一的企业公会 其实根本很难去处理到整个产业遇到的问题 而是这几间物流公司都有员工 透过产业公会来去制衡这个物价 以及公司到底应该要给员工多少金额 其实这个是产业公会才能够去处理的 所以其实产业公会相较于企业公会 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去结合更多不同的 就是仓储跟物流这些员工来去团结 然后去累积这个资源 因为其实不只是这种大型公司 包含一些车行 他可能根本就不到30人 包含一些交通集团 这些交通集团为了可能一些原因 包含可能避税或是出事故的时候 可以把公司关掉等等 他就分了非常多的公司 一间公司你要找到30人成立公会 其实也很困难 对这我们公会法上面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在有些国家他们只要三五个 就可以成立公会了 对没错 所以其实产业公会的成立跟组成 其实是为了能够团结更多 所有的物流的司机跟仓储的员工 针对整个产业遇到的统一性的问题 能够提出解决的方式跟诉求 今天非常谢谢场子来跟我们介绍公会 然后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这些司机员 这些运输业者的这些最基层的这些工作者 他们所面临到更大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生活越便利 其实也都是靠着这些人来协助我们有更便利的生活 但是这些人的 他们的工作条件 他们的安全 其实也跟我们能够能不能真正的便利 或是便利到能不能安心 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好谢谢场子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